字幕提供 看到這滿出來的巨大恐龍潮 難不成讓玩家敲破完的恐龍危機 終於重出江湖了嗎 嗯 可是好像不是耶 在 Sony 最新直播節目 State of Play 上發表的 Exo Primal 是一款結合了動力裝甲 一時空恐龍穿越災難 以及酷炫 AI 合作對戰完全新作 背景是 2040 年發生恐龍爆發災變的地球 為了拯救人類免於恐龍襲擊存亡的危機 艾比奧斯開發了新世代 AI 力圍坦 來預測恐龍爆發的預報 並將派遣公裝戰士 前去掃平恐龍潮 保護人民不被恐龍吃掉 Exo Primal 採用五對五團隊競爭的對戰方式 較快完成 AI 指定任務的一方就能夠獲勝 扮演公裝戰士一員的玩家們 將能夠穿上各式各樣的強弓裝甲 從能夠用各種豐富炫力的招式 達到最大輸出的前鋒 負責扛傷害 抵擋恐龍潮以爭取實踐的護盾 到負責補血削弱敵人 以及替隊友上BUFF 的支援 因應不同狀況 還能夠隨時切換裝甲類型 次世代 AI 力圍坦 也會針對玩家性質量身指派任務 也會適時引導玩家完成任務 是個相當實用的幫手喔 遊戲目前以 2023 年發售的目標開發者 想要體驗恐龍潮襲來快感的玩家們 就請密切注意電玩控的後續報導啦